夜如此静谧 深洞口 在安魂曲的萦绕中 紫晴他们早不知不觉睡着了 或许是太累了吧 可是 轩人黎歌却醒着 他和紫晴他们一样仰躺着 就躺在紫晴和白里尾声中间 望着璀璨的星空 听了悠扬静谧的曲子 似乎走了神 又好似在等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 他才小心翼翼的起身 然而奇怪的是 不管是紫晴白里尾声 还是君北岳 竟都没有察觉到他的动静 亡灵也是会疲惫的呀 如果君北岳他们 扛不住疲惫睡着了 为何轩人黎歌看起来那么清醒 怎么回事 难不成 是因为这安魂曲 可为什么轩人黎歌没有睡着 为什么他还如此清醒 他想做什么 白子黎又想做什么 只见轩人黎歌坐起来 并没有马上起身 而是看着安睡的紫晴 看了许久许久 才伸手指腹轻轻抚过 流连全是不舍 昏暗中 只见他的苍白静默的脸 透着淡淡的泥伤 淡淡的宠溺 淡淡的淡然 也不知过了多久 轻抚了多久 他才小心翼翼 牵起了紫晴的手 然而 奇怪的是 紫晴竟一点没有察觉 竟没有醒 轩人黎歌牵着他的手 几乎是一根手指 一根手指轻抚过去 最后 轻轻在他手背上落了一吻 如蜻蜓点水一般的啄吻 哪怕是舍了这条命 都舍不得他 可是 他还是很君子地放开了 紫晴 如果下辈子你我缘分 还是那么薄 要不 我们就别再相遇了吧 他淡淡地 静子笑了起来 放回紫晴的手 望他身旁的君北月一眼 低声道 君北月 这一回 是真的交给你了 说吧 竟不再流连 起身往山洞里走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白李伟生突然梦逸了一声 一小里里 轩人黎歌 假人止步 他转身看去 只见白李伟生 睡得正熟 楠楠梦逸着 天晓得 他做了什么梦呢 小李李 我才不解开你的穴道呢 我要是放了你 万一你自杀了 我怎么办 白李伟生梦逸的时候 笑得可真傻 他真是梦到当年 他救了轩人黎歌 点了轩人黎歌的穴道 送到明沙窟去了吧 我没想自杀 轩人黎歌不自觉的那回答 没了当年的愤怒 笑得自己都没有发现 比白李伟生 笑得还要傻呢 然而 他并没有停留 缓缓转身 可是 就在这一刹那 白李伟生却突然大叫了一声 小李律 我要带你回家 这花一出 轩人黎歌陡然握紧了双拳 一直压抑在心中的不舍 顿时拳都涌上心口 天生清冷的双眸 一下子便充满了泪光 眼眶都红了一大圈 只是 轩人黎歌终究没有再回头 他驻足了两酒 吸了吸鼻子 往后挥了挥手 喃喃道 书生 下辈子 还是哥们 说吧 这才大步朝山洞里走去 而当他走到南宫郡身旁的时候 看了南宫郡一眼 唇盼勾起一抹浅笑 并没有驻足 而是继续往前走去 越往山洞走 悠扬之音便越清楚 可是 轩人黎歌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 只见白子黎双手拖着一条条锁链 手指沉重而缓慢地拨动琴弦 然而 即便是沉重缓慢 弹奏出的琴声 却丝毫没有停滞和沉重的感觉 而是悠扬 流畅 轩人黎歌低头 看了看白子黎的手指 没有说话 白子黎也认真弹奏着 不言 不语 直到一首安婚曲结束 白子黎才抬头朝他看来 眼底掠过一抹疼嬉笑道 你不奇怪 我为何让你来吗 很明显 白子黎让子晴他们全都睡着了 只想单独见轩人黎歌 可是 都不用他开口 轩人黎歌就出现在他面前了 而且 还如此平静 射魂之曲 怕是要我拿魂去破吧 轩人黎歌的难道 如此直接 却又如此平静 让白子黎都倒抽了一口凉气 你 知道 当初子晴弹奏完伤黎 伤黎幻境还没有破的时候 我就怀疑了 如今 你的态度让我更肯定 轩人黎歌说道 轩人黎歌比子晴还熟悉黎商 而射魂之曲 他虽然不熟悉 那一曲商黎 却也是他创作出来的呀 他多多少少是知晓一切的 而白子黎说明 明日才要告诉他们情况 他便知道 白子黎这是缓兵之急 今夜 必会找他 白子黎微微醋眉 随即笑了起来 你不愧是能契约血争之人呢 他说吧 一挥手 一把血争幻影 竟凭空出现在轩人黎歌面前 很快 虚影变成真 变得真实无比 轩人黎歌坐了下来 抬手轻轻落在琴弦上 拨了琴弦 血争立马发出他最熟悉的声音 这一刻 他笑了 如花开瞬间 干净纯粹 不喜不悲 轩人黎歌也不问 白子黎却解释道 射魂之曲 射人之魂 如果你没有在商离幻境里弹奏离伤 没有进入离伤幻境 那么 你只要在商离幻境里断了血争琴弦 幻境自然会破灭 轩人黎歌的手指微微一僵 没有说谎 如果 你们没有在商离幻境里弹奏离伤 而是直接弹奏离伤 我现在也可以送你们离开 只可惜 对于你们来说 离伤幻境是存在于商离幻境里的离伤幻境 是幻境中的幻境 所以 只能先破你的魂 破商离幻境 才能出离伤幻境 对此 轩人黎歌只是点头 一切如他猜测的完全一样 见轩人黎歌这么平静 白子黎突然冷了声音问 为何一定要让他们走 独自一人灰飞烟灭呢 你还有其他选择 看白子黎冷笑 轩人黎歌竟也跟着冷笑起来 前辈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以你现在的力量 要开启离伤出口 怕是没有那么容易吧 这话一出 白子黎的笑声便戛然而止了 看着轩人黎歌的眸光软而深邃 前辈 你我都是知情知情的人 何必跟我开这样的玩笑呢 轩人黎歌笑道 前辈要送男公公子离开 而我想送子情离开 其实 我们是一样的 轩人黎歌的音律造诣 或许没有白子黎高 但是 他却看得懂白子黎 谋中的诀别和愧疚 即便男公郡一直沉默着 但是白子黎的目光 却不曾离开过他 白子黎已经封死了黎商出口 一旦封死的出口 岂是说开启就开启的呢 而且 以白子黎现在的力量 他根本办不到 唯一的办法 便是灭掉他自己的亡灵 让黎商幻境也随之灭亡 黎商幻境一旦灭亡 活着的人自然能够走出去 一切 轩人黎歌 都了然于心 听了他那一句话 我们是一样的 白子黎知道 轩人黎歌 懂他 他确实没有多少力量了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小心翼翼 存储着谨慎的力量 甚至不惜锁住自己的灵魂 等的就是这一天 这一天全力以赴 用尽所有的力量 宋能公郡离开 这辈子 能有之音陪到至此 他已经心满意足了 死 又何惧 我只想知道 灭黎商幻境 大古师的亡灵怎么办 轩人黎歌 轩人黎歌 唯一关心的 就是这个问题 或许 其实他不关心 他只是替子晴关心 然而 白子黎却笑了 除了活人 我会毁掉 离商幻境里的一切 所有毒师 所有亡灵 都将毁随烟灭 有了白子黎这话 轩人黎歌便放心了 他轻轻挑动 琴弦道 前辈 我可同你一起毁灭离商 只求你帮我一事 若利所能及 那是我的荣幸 白子黎大方答应 我希望送他们离开之前 送他们一个梦 轩人黎歌说这话的时候 眸光闪烁的光芒 令人看到 都替他觉得幸福 梦 白子黎不解 我愿子晴从娘家出嫁 愿君北越以天下为眉 江山为聘 君马为轿 登门迎娶 轩人黎歌一字一句 说得非常认真 似乎求娶的人是他 而非君北越 他听白丽卫生说过 子晴曾经希望从娘家出嫁 而君北越迟迟没有正式迎娶子晴 也正式希望找到孤岛 风风光光地 把子晴从娘家娶回去 他一直都记得 即便迎娶之人 并不是他 白子黎听的眉头紧锁 看着眼前这个倔强较真儿的孩子突然就心疼了 突然就舍不得了 怪不得了 怪不得他弹奏的出离伤 对这样的孩子来说灰飞烟灭 何其残忍呢 可以吗 或许不是我做你 而是我请求前辈帮我一起造一场梦 在分别之前 轩原离哥依旧认真 白子黎淡淡道 既喜欢 为何不把他留下 你助我破了离伤幻境 回你的伤离幻境去 你便是世界的主宰 可以给他想要的一切 轩原离哥笑了 我非他心悦之人 便注定我给不了他想要的一切 白子黎看了轩原离哥许久 终于狠了下心 好 我答应你 轩原离哥笑着点点头 食指落下 坑的一声 勾动琴弦 他想 这是最好的分别方法 毁灭 坑坑然的 依旧是离伤 对于轩原离哥的启奏 白子黎甚至满意 很快便跟上他的音 拖着重重的铁锁 食指在吴征上轻浮 很快 血争之音 吴征之音交汇相容 汇成一曲 心声悠扬 琴音激荡 琴音空腔 琴音柔和 跌宕起伏之中 一场欢喜的离别之梦 便开始了 海风轻浮 海鸥低飞 白色的沙滩 和着空气一样 干净极了 令人心情舒畅 正是春日 孤岛上漫天遍野 开满了山花 此时 孤岛最高的山丘上 屋子里 子晴已经是一身喜福 坐在镜子前上妆 伺候她的不是别人 正是红衣 她明明还在离伤幻境里 还和大家躺在山洞口 等着白子黎告诉他们 离开的办法呢 怎么会在这里呢 然而 子晴似乎忘记了 离伤幻境里的一切 而对于眼前这一切 全部欣然接受 没有任何疑问 朱子 他们再过一个时辰 药王爷的船队就到了 红衣欣喜地说道 子晴敏嘴轻笑 认真看着镜中的自己 红妆精致 虽淡不浓 恰到好处 配上一身嫁衣 宛如画中走出来的人一样 是个温柔的美娇娘 然而 妆容衣裙再美 都美不过她两颊 那一抹修红 美不过她唇盼 那一抹幸福 甜美 见状 红衣笑得更加欢喜了 瞧瞧 我们家主子也会害羞了 臭丫头 一早上唧唧呱呱到现在 还不消停 找打是吗 子晴腻了她一眼 红衣连忙退出去老远 笑道 好好好 我不说 我这就去打听 看看药王爷他们到哪里了 然而 红衣还没有走多久呢 便又跑了回来 这一回 可不是欢喜 而是惊喜 人还没有进来 生就先到了 主子 主子 妖卫爷他 子晴还以为出了什么事 连忙起身追了出去 险些和重要冲进来的红衣 撞个正着 怎么回事 子晴立声问道 这一声贺问 原形毕露 她还真不是个温柔的美娇娘 妖卫爷他 他 储子 你自己来看 红衣也解释不清楚 拉着子晴就往外跑 子晴的屋子 就在孤岛的最高峰上 从床间外的露台 便可以跳往大海了 当子晴和红衣 跑到露台的时候 看到海面上的一切 她顿时惊呆了 只见远处 茫茫海面上 一队浩浩荡荡的船队 全都是高大的楼船 大舟采齐高扬 所有采齐上面 都写着一个巨大的要字 哪怕离得还很远 子晴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样的船队 哪怕是南兆海战 都未必能见得到啊 而且 不仅仅如此 所有楼船 却都张灯结彩 一派喜气热闹的气氛 船队里 似乎有不少乐队 隐隐可听到隆重 而又不是活泼的喜悦声 看得 听得子晴 一颗心怦怦乱跳 原本还没有紧张 这下子 一下子就心慌慌 紧张了 楚三 你看 你看那边 红衣指着山下 唧唧道 子晴低头看去 渐渐山脚下 早已是一片人海茫茫 孤岛的族人们 都穿上了南兆特色的盛装 一些人聪在码头上 准备迎接他们的姑爷 而另一群人 则是通往山顶的小道上 排成两排 似乎准备夹到欢迎 而就在小道上 一个小花童 身着盛装 头戴鲜花编制成的圆圈 双手捧了一个巨大的宝箱 一步一步往上走 儿子 紫星惊喜地脱口而出 一时间 所有的思念 全都涌上了心头 这一刹那间 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 只觉得 自己似乎 很久很久没有见过儿子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儿子 不是一直在他身旁的吗 他在哪里 他之前又在哪里 未经许不过 我记得我 那我从尽可能 我